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媒民调 赖萧佩支持度领先侯康佩 白宫 美国经济软着陆跑道已更宽 黎智英案来临周一审 入法院需X光机检查 母载手机偷装 Live360进当场揭发和女教师车证 请大家收看 白宫 美国经济软着陆跑道已更宽 联合早报 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布雷纳德表示 美国经济正在朝软着陆发展 预计到2024年将保持稳健 他指出 近期数据显示通胀正在下降 而移民对美国劳动力的回弹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 拜登政府仍在考虑降低成本的所有选项 此外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也表示 明年3月减息为时过早 美联储目前并没有真正讨论降息的问题 他强调 美联储将继续根据数据来决定政策方向 如果通胀趋势逆转 他们会准备再次收紧政策 总体来说 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市场和分析师持乐观态度 但人们仍需要一些时间来感到财务上更加安全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逝世 享年86岁 联合早报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逝世 享年86岁 他是科威特的国家元首和君主 于2020年9月登基成为第16任埃米尔 在他的任期内 他帮助科威特度过了一场因油价下跌而引发的经济危机 埃米尔纳瓦夫在政治上担任过多个职务 包括省长、内政部长和房长 他的弟弟米沙尔目前是现任王储 黎智英案来临周一审 入法院区X光机检查 联合早报 下星期一12月18日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 将在西九龙法院开审设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 警方和司法机构将加强对进入法院的访客、被告、旁听者和律师的检查 包括通过X光机检查 邓炳强指出 过去审讯期间经常出现自称旁听师的人骚扰法庭程序 因此需要加强安全措施 他警告 如有人意图骚扰审讯或恐吓司法程序人员 警方将采取果断行动 黎智英及苹果日报三家公司被控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 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 黎智英另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 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安罪 此前 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要求与英国外长卡梅伦会面 希望卡梅伦对要求释放黎智英表态 英国外交部表示 黎智英的案件是英国政府的优先处理事项 以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及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对此回应称 英国方面颠倒是非 干涉香港法治 中方坚决反对 8年前火锅炉爆炸被烫伤 泰籍女子获赔于11万元 联合早报 8年前发生在泰国的一起火锅炉爆炸事故中 一名泰国籍女子全身23%烫伤 她起初所长9万多元 但国家法院副主部认为索赔额太低 最终判她货赔超过11万元 事故发生在一家重庆火锅店 当时火锅炉突然爆开 造成5名时刻烫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女子全身多处烫伤 包括眼角膜 脸部 手臂 胸口和大腿 她向火锅店和火炉供应商索赔 法院裁定火锅店和保险公司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女子的索赔额起初被认为过低 最后裁定她获赔10万489元 另一名严重伤者也获赔10万元 该事故造成女子几乎毁容 她的脸部和手部需要进行直皮 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台湾中研院院是吴玉山 成功的大陆研究才是护国神山 联合早报 近年来 台湾的晶片制造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被形容为西顿 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认为 真正的护国神山应该是成功的中国大陆研究 她强调 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对于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 国家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来进行中国大陆研究 吴玉山指出 台湾目前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已经不如从前 而中国大陆研究对台湾而言更是关系到战争危机与生死 另外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也表示 在中美竞争 关闭疫情和大陆加强内部安全控制的背景下 西方的中国研究面临巨大挑战 台湾在中国大陆研究方面具有优势 可以吸引国外学者到台湾进行研究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曝光度 因此 台湾应该加大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投入 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台北民调 赖萧佩支持度领先侯康佩 联合早报 台湾总统选举即将在不到30天后举行 最新的民调显示 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组成的赖萧佩 以35.7%的支持度领先于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 和赵绍康组成的侯康佩四个百分点 另外一组候选人民众党的柯文哲 和吴锡营组成的柯营佩 则获得18.6%的支持度 这两个民调调查的时间 分别是12月12日至14日和12月14日至15日 调查对象总数为1201人和1300人 调查结果的抽样误差 在正负2.8%和正负2.72%之间 从这些民调结果来看 目前赖萧佩在支持度上处于领先地位 但选举结果仍然存在变数 需要继续观察 马国政府遭删除涉媒内容于七成是诈骗促销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政府在今年加大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 必要求脸书和TikTok删除大量内容 通讯部长法米发布了一份数据 显示被删除的内容中 超过70%是非法促销和网络诈骗信息 他还指责前通讯极多媒体部长 安努亚穆莎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打击诈骗 根据数据 今年删除的内容中 诈骗和非法促销占据了大部分 其次是虚假新闻和冒犯性内容 桌奸神器 母在手机偷装Live360 进当场揭发和女教师车证 新岛日报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名母亲 通过定位AppLive360 揭发了她18岁儿子 与同校26岁女老师的布伦恋 这名母亲在发现 儿子没有参加橄榄球训练 而出现在公园时产生了疑心 随后亲自前去调查 结果发现 儿子和女老师正在车内发生激情车震 母亲立刻拍下了照片作为证据 并报警处理 女老师当场被逮捕 据悉 女老师承认与少年发生了至少五次性关系 她目前面临五项重罪指控 根据当地法律 老师与学生发生性关系是违法的 除非两人结婚 中朝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会谈 联合早报 这次中朝外交部会谈的举行显示出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合作态势 双方一致同意深化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并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此外 朝鲜也正逐步对邻国开放边境 恢复贸易往来 这可能是朝鲜为了应对经济困境 寻求外部支持和合作的举措 另外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前访问俄罗斯的举动也表明朝鲜正在积极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以哈廷火决议 新加坡表示望 联合早报 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国家声明 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通过呼吁以哈人道停火的决议表示失望 新加坡支持以哈停火决议 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 以保护加沙平民并提供紧急援助 新加坡也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包括保护百姓的义务 然而新加坡也指出任何一方发动恐怖袭击都不能得到宽恕 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做辩解 新加坡赞扬联合国官员和机构 特别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安若 他们在向加沙平民提供人道援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红十字会将继续与埃及政府和埃及红星业会合作 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物资 乌军团 马国财政部没有乌统代表将影响乌统选情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联合执政党乌统表示 最近一次内阁改组后 乌统在财政部已没有任何代表 这将导致人民更难听到乌统对马来西亚经济与财政措施的看法 并可能影响乌统在下届全国大选的选情 乌统青年团常任主席旺奥基指出 这种情况给乌统留下一个不易填补的缺口 必须想方设法让选民听见乌统对国家经济政策的看法 最近的选举结果证明乌统处境艰难 因此必须密切关注下届选举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